在市况这么差的时候 Alan有没有什么值得投资的股份 可以给我们大家留意一下 市况这么差 刚才提到有些部分都不是很关事的 例如石油相关的股份 其中三派六指中石化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虽然走势过一段时间 都是跟着油价升升跌跌 但的确三桶油里面 跟油价的相关度相对比较低 因为大部分的业务收入 雙油大部分都是买气或是天然气的开彩 中油大部分都是煉油和煉化 下油就是成品油消炒 油站大部分不是中石油就是中石化 所以油价的升跌 对它来说相关度不是那么大 反而之前油价不断升 或者是一个月前 大家吹到油价年底之前 会见100元利金的话 其实对它来说是稍微不利 因为它成本大部分是油价相关 如果油价无限升 它成本都会上涨 但好了 上个星期初的时候 OPEC加有一个增产协议之后 大家觉得现在油价位至70美元以上 其实已经是一个很乐观的预测 可能就未必可以位置70美元 大部分时间在65美元附近 对它来说 移除了之前成本上涨的压力 而一些中油的年人年化 其实价格相对稳定 量亦在增加 所以未来的营运应该是处于一个 较平稳的状态 看看它的估值 因为它的估值相对很便宜 现在都是6、7、8倍的PE 未来虽然没有太大增长 但这么低的估值 或者收入或者利润 应该是可以维持下去的 派息方面相对也很慷慨 现在计算是8厘息流上的 所以在这个市况下 我相信这只股肯本身有一定的防守能力 如果大家意识到它的价值 其实股价应该会有相应的升幅 去到这个位置 大概100天线的位附近 我相信是一个可以适合入场的 就是大概3.6这些位置 上网的话就是 例如2、3个月的时间尺度 看看有没有机会上到4.2 这个是可以选择短期获利的 向下 如果整个市场可能都会受到拖离 或者恐慌 穿3.4这些位置 就可能会选择做指线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